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边缎》的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郭伟猫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谈谈 之前很多世界新闻也有报导这个 澳洲很多海滩出现了黑色的波波 黑色的球 经过分析原来 这些黑球的成份和化妆品和清洁产品当中的化学物质相似 其实这一星期以来 大概2000个神秘的黑球冲上了澳洲雪尼海滩 其中一些像高尔夫球那样大的 有人担心这些有毒 也逼着著名的邦大 帮迪海滩等等 八个海滩被迫关 但是很搞笑 澳洲人都不理会 照有 照玩 没人理会 还有你猜不到这么多 因为我们这地方太大了 也知道澳洲是以海滩注清的 不是这个狂放不羁吗 他就是狂放不羁 其实我过一段时间都很想去大宝赵爱心岛 自己都没去过 有空如果是的话我也去一去 看下影片也好 好 看看原来当地实施大规模的清理 澳洲的相关部门就说 根据环保局的建议 现在 就确认这些是由脂肪酸组成的 这类化学物质和清洁用品和化学剂当中的化学物质一样 但是最大惑是有些燃料油最怕洩漏 最怕洩漏 现在也有人 因为早排名新西兰一只船沉了 其实现在也很害怕 会不会是那件事出事 不知道 暂时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说要查 这是正常的 原来这些球 很早一个星期前已经有了 但是数量持续减少 这些球对于在海滩上的人来说健康 暂时就没看到有什么影响 但是就不好摸了 当然为了确定这些波波的来源 也继续进行实验 很可能 在某些地方有漏油都不出 因为它混入了是燃料油 最怕是漏油 而且不知道在哪里漏油 好 这件事就最担心了 当然现在也要不断查查查查查查 那么多粒呢 那无独有的那宗新闻 也是挺特别的 就是什么呢 咦 在澳洲海滩亦都经现大批 海鸟死亡 究竟有关不关事呢 但是很远的 因为 我们觉得很远 但是环境这些 其实也不一定是没事的 因为这些事件污染 如果真的有油污污染 可能是几千里 几百公里都不出奇 那原来呢 最近天气暖了一点 很多人去海滩 感受 是初下 现在应该是初下 但是有大批 死了的海鸟冲上了 让它远 不过没说 其实 虽然远 但是雪梨也有 刚才我们说 发现这刻是球球的 有 究竟是不是 因为雀鸟吃到有毒的东西 而死了呢 原来 Briant Bay 就是我们在黄金海岸下 下了一些 拜伦湾 这个相当出名的海滩 亦是 雷神 Chris 居住的地方 亦是他们的 海滩出事了 雪梨其他海滩也有大量的雀鸟死亡 其实每个 季节 有雀鸟跟皮力尽 而离世都很正常 但是这么大批 就没见过 因为有一种尚未在澳洲发现过禽流感 现在就是肆虐在亚洲 北美和欧洲 所以会不会是 船上冲到这里 所以为了大家安全专家 如果看到这些雀鸟千万不要摸它 也不要让那些宠物碰它 由于只是凭肉眼很难判定这些雀鸟有没有染病 或者有没有其他 所以 这些雀鸟处理需要专家进行铐别 所以大家遇到的时候 一定记得有联系相关部门就是这样 反正 这里是个很神奇的角度 其实今年海滩还有一些东西 都令人担心 是什么呢 就是食鹿虫 鹿袋的鹿 在今年年头 两个知名的 游泳景点 原来也染出了食鹿虫 全澳的人都应该小心 警惕 淡水水域也可能有出事 因为澳洲已经有首歌《因此丧荣》 之前亦是污染水平升高 其实当时说来 25个海滩都发布警暴 就是不要下水 随着天气越来越高 升温 各大知名海滩 亦开始热闹 不过 现在很多的小孩都想着周末去玩时 都要小心 谨慎去看看 因为有些海滩污染了 根据我们有个 官方的网站 Bridge Watch 因为 不知道哪里的污染 以及 其他污染 麦春进港口 其实当时 不是今天 当时 也是 雪梨 不少海滩 其实它的 含菌量高出了10倍 如果贸贸然这样玩 但是澳洲人不理这些东西 继续玩好像有些黑霉球 关闭了海滩的游泳 之前这些海滩 也是出事 亦看到 你看不到的东西不代表安全 你看不到的 不代表安全 另外 之前的食鹿虫 可能之后也会出现 著名海滩也发现了食鹿寄生虫 原来随著 气温升高 一些罕见并致命的威胁 已经静悄悄来到澳洲 这个可怕的食鹿虫 就叫做福士内隔离猿虫 为什么这么说呢 福士内隔离猿虫又叫做食鹿虫 很喜欢热的 气温37-45度 最好 当然现在就没那么热 但是过段时间就可能会了 经常分布世界各地的 温暖的水域 淡水比较多 比如小溪水坝 河流 还有温泉 偶然也在维护不善的游泳池当中发现 这种寄生虫一旦进入你身体 它 具有一定的视神经性 会沿着神经进入你的脑袜 也挺恐怖 也会进入 你的中枢神经系统 破坏脑组 从而引发在 亚米巴鲁膜炎 简称PAM 一开始 这些患者会感到是头痛 嘔吐 嘔心之后就出现认知障碍 和 颈椎病 最后大脑和脊柱 就会 严重地 膨胀和腐烂 患者的离世都达97% 所以 在淡水 咸水咸水都要小心 只是美国历史上 都已经有160宗这些食鹿虫 的个案 其中只有五个人生存 而澳洲 1960年第一次 在南澳发现食鹿虫之后 一直到今年 总共25人离世 如果计算那些是感染 但没办法接受治疗的人 可能实际的状况更多 这些寄生虫对弟弟来说更加危险 好像我们昆州15年 有位12个月大的婴儿 就是因为食鹿虫引发 亚米巴劳膜炎 就送到去 Townsville 的医院 Townsville 是大宝招园案 那些阵的医疗都不是那么发达 很不幸地 就是 没多久就走了 还有同一间 医院 亦有一位18个月大的女婴 因为食鹿虫 入院72小时之后就走了 令人更加心痛就是这位 原来这位女婴的一位兄弟 他在五岁时亦因为食鹿虫而去世 都是中招 当然 最近一次 常规的检测当中 其实在 西澳的淡水游泳地方 Brunsville 都出现了这种 福士内格里虫 另外在 西澳首府 布帕斯尔南的 一个叫 Woruna 的地方 亦是 有这些地方 游泳人士都避击 其实那里 很多都立了牌 就说那里有食鹿虫没有游 但那些人还是游的 对于 这样的事件 其实澳洲专家都说 那些热门的游泳地点都有 这种食鹿虫其实非常可怕 虽然目前 当局已经东处大家避开 相关的水域 西澳那两个水域 但是 夏天气温不断升高 澳洲其他水域也不再安全 随着气候变暖 其实越来越多淡水 都可能藏有这个食鹿虫 而且没有任何办法避免 所以澳洲人必须知道 也是随着气温升高 你就会发现 自然水梯的温度也升高 所以在炎热的夏天 食鹿虫出现更加容易 目前 西澳很多游泳点 都立起了警告牌 叫你们不要下水 他已经说明这里有危险 你就自己省水 但是有些人不理 好像刚才说 这些 黑色神秘 波波 他们都照游 是吗 亦都 记住 不要 小心点 如果他垃圾牌就不要去 好像淡水池 湖泊 还有水域 都要小心点 整个澳洲 内陆地区 都是一个很严重问题 如果你想有淡水 麻烦你 就是在一些比较好的游泳池 加了鹿 有些人鹿的味道很难问 是这样的 但是你 亦都可以消毒很多东西 还有 要处理完善 管理良好的游泳池 而不是随随便便在户外淡水游 但是西人 很多不理 因为 正 水这么清 但是 也是有潜在危机 除了这些 澳洲 还有恶鱼 澳洲 当然 亦都希望大家不要把头 潜入水 避免 把水弄入鼻里 虫就通过鼻子 进入你的楼 但是游泳的头 一直抬起头也挺少 游泳 一直抬起头也挺累的 游泳的时候 如果是公众泳池 要注意消毒 没错 他现在就说如果你想游淡水 你就要去公众泳池 那里有消毒得好 如果是一些監外 其实監外 我最多浸一下脚 我真的不敢游泳 我是不敢游泳的 小不便都会喝到一两口 是的 最少都会喝到一两口 所以吃老虫也要小心 所有小弟哥也要小心 如果你要游泳 最好 就是去一些 有牌照 管理好的游泳池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目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